聯合國安利會星期一投票 授權一支國際部隊 在幫助驅動的安全危機當中支持海地警報 海地外長格納斯對安利會表示 對這個文本的投票表決 海地目前多方面危機正在取得巨大的進展 這對長期遭受到艱難政治、社會、經濟、安全及引導局勢的人來說是善希望 安利會15個成員國有13個投票支持這項任務 中國和俄羅斯是棄權 這份由美國一個阿瓜多爾起草的決議授權這項任務最初為期一年 外交官未有說這支部隊何時會抵達海地或規模如何 但這可能需要幾個月才能夠部署 格納斯在投票後對記者說 他希望任務能夠迅速地部署